哈囉大家好我是板燈 歡迎回來繼續收看 生透4第十章節的影片 然後好像每個章節結束後 都會回到這個鐘樓裡面 已經七夜過去了 原來這歌詞有名字啊 叫做珍妮佛 不過他好像受傷了耶 這隻歌詞是巴索的送信歌啊 所以我們的主角就直接聯想到了 巴索可能出了什麼事情 好吧我們去他那邊確認一下吧 這個是公開處刑耶 底下群眾正在怒罵著 這是暴政的行為啊 可見得這些平民的怒氣憤怒已經藏不住了 再這樣下去勢必會掀起一場革命啊 不過我們現在也管不了這麼多就是了 我們還是先顧好自己的朋友再說吧 巴索那邊好像出什麼事情呢 不過我看他們也只有三個人而已嘛 只有三個人能有什麼影響力呢 你們慢慢加油吧 画實在呢 四個人都在一起 封字塔 四個人都在一起 四個人都小 accounts 嘗到底 他們已經有些人 你這個呢 不是這裡的嗎 沒有 何事兒你做了嗎 ε台詞 那首歌你獲得給我 我還沒得到 了 啊 她是巴so 他把他拿走 他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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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知道 他拿走 你告诉我 我朋友被打他 他拿走 因为那幅 那是很重要的 他有很多秘密 想去死 但是在那里 我相信 是损损这城市 救全我们 从殴下 我认为 你会使得到这个方法 现在他和他 巴so知道这个幅 很重要 幸好给你 他还是要来 巴so不是疯 那幻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總有一些什麼不好的預感 我們看看Rion的男人Jacob知道什麼 我會在Greystone Plaza找到他 這份報紙上面寫到 有一個人嘗試要暗殺男爵 可惜他並沒有成功 還是被那個男爵逃過一劫了 再去執行任務之前 先去找旁邊的商人買些東西吧 首先這個剃刀你一定要買 這個是用來偷畫的工具 如果你不買的話 這個第四章的收集品 你就無法全部收集了 然後我們再把食物給賣掉吧 那個繩索鍵也別忘記 記得買幾隻喔 這個繩索鍵很難撿得到 所以就乾脆用買的吧 反正有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我們現在的主要目標 是要去男爵的要塞 把巴索給救出來 可是就這樣子 毫無準備的進入人家的要塞 並不是很明智的行為 所以呢 我們要先去找一個叫做 雅各布的人 這個人呢 就是興建男爵大廈的首席工程師 不過卻因為打算反抗男爵而遭到軟禁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得到那個 進入要塞的秘密通道 然後這個第四章呢 我就不會再跟前面一樣 分成上下兩擊來做 我會把他坐在一起 慢慢來 欸欸前面有聲音耶 這個是 有人聚集在這邊抗議了 感覺這個反抗的氣勢已經越來越高了呢 透過專注模式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房門是可以開的 想必裡面是有好東西囉 欸?沒路了嗎?當然不是,這邊還有一個密道呢 什麼?就兩個硬幣而已嗎?當然也不是囉 開一下專注模式就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個按鈕 有沒有?這個才是我們來這邊最主要的目的 這幅畫呢是可以偷的 這畫讓我感覺不是很舒服啊 人生羊頭,這什麼鬼東西啊 好吧,每個人的審美觀都不同 我們拿完這個以後就可以從原路返回啦 我們要先通過這個廣場,然後找到那個雅各布被短禁的地方 下面有一些正在逃難的平民呢 有演的側面就是 哇前面發生了大爆炸欸 那東建築物應該就是要塞了 巴索就被關在那裡面了 好,我們先不急著爬上去 我們先拿出繩索鍵,設這個突出 第四章的第一個收集品 沒錯,就在這邊啦 天青石紫環 看起來還挺漂亮的 這個第四章呢,總共有六個收集品 比前面兩個章節還多了一個 哦,到了到了 前面這個建築物呢 就是軟禁雅各布的房子了吧 然後開啟專注模式看的話呢 可以發現有蠻多方法可以潛入到這個建築物裡面的 我們就選擇左邊這一條路吧 這邊要小心旁邊有一隻狗 然後剛剛那個守衛在說 這個房子呢也是雅各布自己所建造的 也就是說這個房子裡面應該也是藏了很多的機關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利用一下 有沒有看到旁邊那個溫室的天窗是開著的 我們要從這邊潛入到這個溫室裡面 下來以後呢我們再開啟專注模式看一下 可以發現那個蒸汽洩漏的地方呢 有一個按鈕 把它鎖緊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去按這個按鈕啦 哦,看來是個按門呢 前面有一個機關盒耶 我們開專注模式看一下吧 哦,原來是有陷阱 好啦,我們把它解除吧 哦,這個裡面傳來聲音耶 我們來偷窺一下,看看是什麼東西 我什麼都沒看到耶 哦,有了有了,有一個人 看他的裝扮應該是個廚師吧 這個地方應該是地下儲存食物的地方吧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成功潛入到房子裡面了 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找出那個雅各部的房間 幸運的話呢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 建築藍圖之類的東西 哦,旁邊還有個守衛呢 還看什麼啊 這個守衛好像要離開了呢 然後那個桌上還有一些亮亮的東西 我們拿一下好了 那個廚師附近那幾個櫃子啊 都是有東西可以拿的 不過沒有收集品啊 所以我就不特別去拿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別忘了去搜掛一下哦 這邊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守衛現在就在樓梯口那邊啊 啊,他只要在那邊 我們就上不去二樓啊 有點麻煩 開了這個門以後呢 旁邊的守衛就會警戒起來 這個時候就要把門再次馬上關上 這樣子他就不會過來了 然後旁邊還有隻小鳥 這邊動作不能夠太大 不能夠驚動到他 看完這封信以後呢 別記得離開哦 在這個出桌附近找一找 你可以找到一個 嘿嘿,神奇機關 這個第四章的第二個收藏品 就在這裡面啊 是個獎章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說明吧 出去的話就不用特別再把這個門給關上啦 反正我也沒打算要從那個樓梯那邊上去啊 因為樓梯上面還有另外一個巡邏的守衛啊 要從樓梯上去真的是蠻困難的 然後前面這門呢就是正門啊 在出去之前呢記得要偷看一下哦 要確認一下這個守衛的位置 我們等前面這個守衛走到左邊的時候 再出去吧 好,他往左走了 就是現在,我們出去吧 然後別忘了要把門給關上哦 他們要是發現門被打開的話 也是會陷入一片混亂的 我們就是要靠這個繩子上去二樓啦 至少比走那個樓梯輕鬆許多啊 第四章的第三個收藏品就在這個守衛的後面啊 就是這一幅畫了 這幅畫一樣也是獸人的結合耶 人生兔頭 這風格我實在不是很喜歡耶 看來雅各不是把自己關在裡面啦 然後前面這個門又進不去 我們只好再找另外一條路 想辦法進去他的房間哦 剛剛上面那個守衛好像他放棄了呢 正打算要去找人來破門 糟糕,我們的時間不多了呢 我們得搶在他們之前先進去那個房間啊 開啟專注模式以後呢 可以發現前面那個書架上面有個暗門啊 不過這裡面這兩個人好像也是在尋找那個暗門啊 唉呀糟糕,我現在身上沒有水箭耶 這邊如果有水箭的話就會好辦許多啊 你只要拿水箭朝前面那個火爐射過去 然後那個警衛就會被你引過去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去開那個暗門就好了 可是我現在就是沒有水箭嘛 那就只能等啊 只能耐心的等這個守衛的走位啦 oh no,他還看那個書架了 希望他不要發現那邊有個機關暗門啊 哈哈,這個純淡沒有發現了 這正好給了我機會啊 哇,那個暗門旋轉的聲音這麼大聲 那兩個蠢蛋居然都沒有發現我已經進來了呢 我只能說真不愧是盜賊大師啊 存在感超低的 這是該喜還是該憂呢 我也不知道呢 這個電梯估計就是通往那個雅各布的房間了吧 這個電梯估計就是通往那個雅各布的房間了吧 那我一來就看到這個場面 他已經自殺了嗎 不過這個看來也是有可能是被人家加工自殺的 好吧,既然人已經死了 那我們就只能靠自己啦 我們就找看看那個什麼 那個藥塞的藍土之類的東西 外面的人感覺好像已經沒什麼耐心了 好像快衝進來了 我們還是加緊腳步吧 這個解謎呢 其實一點都不難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答案就在旁邊而已啊 有沒有看到前面右邊有一個巨大的建築物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模型 轉得跟他一模一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屍體一直掉在上面也不好看啊 我們就當一回好人把他給放下來吧 噢噢他們已經帶一頓兵來了 這東西拿一拿我們就趕緊走了吧 我不是殺人犯啦 打人誤會啦 現在要看看 噢噢噢 剛剛這一摔好像很痛耶 不過我們主角箱一點事情都沒有啊 拿到那個要塞的建築藍圖了 然後右上角好像還有附上那個保險箱的密碼 哇塞一個房子大小的保險箱 然後裡面都裝滿了金條 這估計主角一個人也拿不動吧 好啦那我們接著就朝著黃金 欸不對不對朝著藥塞前進吧 哇我感覺這個藥塞好像撐不久了欸 快塌了樣子 那我們要救巴索的話就得快一點了 哇這也太危險了吧 真是為了救出自己的朋友不惜連自己的命也賠進去 我說巴索到時候把你救出來 你要怎麼感謝我啊 這邊的話呢就是要利用快速移動避免被火給燒到啦 不過其實被燒到也沒關係啊 因為這個火傷害沒有很高 這邊一樣也是要利用快速移動直接過來 要不然是會直接被壓成肉餅的喔 哎呀前面那個地方瓦斯外洩了 我們得過來這個地方轉這個開關 把那個瓦斯給關閉 過來以後呢先解除這個機關盒 然後再開旁邊的門 然後現在這個場景呢濃煙非常的多啊 只要主角一直搭這邊的話是會一點一點的扣血的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待太久 哇這個開關鎖我的血大概只剩下一半了 快點離開這個地方吧我快死掉了 喔來到這邊就安全了 這邊就沒有那些農物了 可以安心的慢慢開鎖 不用著急 看來這邊就是監獄了呢 好我們不急著過去按那個按鈕 我們先過去前面那邊剪個戒指 新的收集品 士兵的記憶 不要以為這個房間裡面呢就只有這個收集品 其實不只還有這個門牌也是可以拿的 也就是說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面呢就放了兩個收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拿到的門牌 是 會嗎 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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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這個要塞本身 現在就已經不是很牢固啦 還好順利的上海了 那我們接著去找巴索吧 巴索阿巴索阿 你究竟被關到哪去啦 有聽到的話 硬個一聲啊 回答一下 讓我知道你在那裡 旁邊這個聲音好耳熟 莫非就是巴索嗎 巴索兄弟我來啦 果然是你 我會有一點多狂的 我還想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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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 我一直以為 如果有人會殺她 會我 什麼都要用 快 你不想到那些 这些故事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对吗? 看来,Garrett 没有人负责你这个人 这不是负责 这是我身上 Garrett,如果你来到这里生命 我说,你知不知道,当你来到这里 看來我們的主角是決定要去偷這個大保險箱的 不過這樣也對嘛 身為堂堂的盜賊大師 明明知道這個藥塞裡面有一個房子一樣大的保險箱 豈有不偷的道理啊 我聽到旁邊有騷動耶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怎麼了嗎 再這樣子下去 估計不久後 這男爵就會被推翻了吧 如果他真的認識這個城市 他會知道我們會永遠在這裡 到了嗎 可是怎麼沒有看到出口呢 在上面了 這電梯是故障了嗎 哇 我才跳過來 他就掉下去了啊 這應該是不給我回去的設計吧 哇 這個保險箱就真的跟那個傳說中一樣 像房子一樣大 不誇張耶 我們先不急著開保險箱啊 我們先過來撿東西吧 這個盒子裡面呢 有裝兩種劍啊 不拿白不拿 好啦 我們接著來搞這個大保險箱吧 首先先開啟專注模式 可以看到旁邊有個機關 這個給它按下去 然後聽到有個聲音在搭搭搭 在這個聲音結束前呢 把這另外一個機關也按下去 然後這邊呢 就是要輸入那個 要是在建築藍圖上面 所附上的密碼 這個左邊 是319 哎呀是陷阱嗎 什麼 怎麼又是你啊 前面吃的苦頭還不夠多嗎 前面吃的苦頭還不夠多嗎 哇一切都在他的計算之中了 他早就知道 我們主角一定會來 透這個大保險箱的 You se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You'll swing from a noose in the morning, master thief GARTS SEIZE THAT OVERGROWN RAT 這邊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先往後走 我們要躲避那群士兵的追殺 我們現在的目標呢 依然是要開啟那個大保險箱 我們都開到一半的 其有半途而非的道理呢 等裡面東西拿到了 我們在想著逃跑的事情吧 他朝這邊走過來了 躲這邊應該看不到吧 應該看不到吧 什麼 結果他根本沒過來嘛 那我們就先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走吧 然後快速移動躲到這邊來 怎麼過來呢 還好沒被發現 那我們接著過來拿這個第四章的第六個收集品 這個啦 炎夜蛇手環 拿到這個收集品以後呢 我們就要接著去前面那個地方 噢NO他又回來了 怎麼又回來了呢 走了走了 我們要去前面這個地方 按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會把這邊的電源全部都關掉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自由行動了 然後我們再小心注意的慢慢前進吧 這燈已經關掉了 這邊都黑黑的 基本上不用怕被士兵看到 除非你存到去撞到他 前面那個士兵超著我們走過來了呢 那我把路讓開吧 給你過 人咧? 沒過來? 又往回走啦 好吧好吧 保險箱就在這邊而已 我們來開吧 這個另外一組密碼是什麼呢 我已經忘記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吧 019 我知道了 1 2 3 1 2 1 1 2 2 2 1 2 2 2 诶,哈喽,怎么黑瓶啊,我什么都看不到啦,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前面有光出来了,这个是,诶,是一朵花诶 两朵,三朵,这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声音又是艾琳吧,她又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你要我跟你走是没问题啊,可是,我根本看不到你在哪里啊? 艾琳,你在哪里啊? 艾琳,他永远知道最好 我方向选择,你不会听到 你知道吗?我只是想想到你什么样的事情 我会让他们停止 我想睡就像你这样 Morthcrest,他在這裡 你想知道你什麼事了?你那裡在哪裡? 來回家裡,Moyra遇上真實,其他人會更快忘記 前面已經沒有路了耶 這個就是那個死源之死的碎片了吧 搞屁啊,變恐怖遊戲了嗎?艾琳,別瞎搞啊 哇,看起來這個藥塞已經塌了耶 不過還好我們的主角在那個保險箱裡面啊 所以沒有事情 那這個第四章就到這邊而已囉 我們下次見吧,感謝大家的收看,大家掰掰 我們看到啦 謝謝,謝謝 謝謝 耶 嗯 是的 謝謝 謝謝 我